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无论如何思想神的大能作为 若是没有神的话引导 则必将稍纵即逝 所以我们有充足理由宣告 除非神以他的恩典话语光照人心 否则人必不能有信心 然而也许有人会提出 我们当如何看待撒拉和利百加 这两位妇人似乎有火热的信心 却违背了神的话 撒拉因热切地期盼神所应许的儿子 就将他的婢女交给他丈夫 不可否认 他在多方面犯了罪 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 他因热忱的误导 没有听从神的话而出此下策 而我们确定 他的渴望是出于信心 利百加确信神的圣言启示 他儿子雅各蒙拣选 他却以诡诈为雅各获得着福分 他欺哄他的丈夫 以撒原是见证与传承神恩典的 他强迫他儿子欺骗 他以各种手段和诡计 败坏了神的真理 总之 他不信神能成就他的应许 就尽全力用人的手段毁坏之 他的行为虽然是犯罪 应受谴责 却并非是完全没有信心 因为他必须克服许多困难 勇敢地追求这些并非世俗的利益 并且他这样做 必须面对许多的艰辛危险 同样的理由 虽然组长以撒犯罪 我们也不会视他为全无信心的人 他虽然领受了同样的圣言启示 论到他小儿子蒙福得尊荣 却仍然偏袒他的长子一扫 这些例子确实教导我们 人的信心常有错误混杂 然而真信心总能胜过这些罪恶 利百家的错误并没有 是所应许福分的果效落空 所以这罪也没使他的信心无效 因着信心在他心中做王 也是他行为的起始和原因 然而利百家所犯的罪显示 人心是多么不可靠 只要稍微放纵情欲 就立刻转向偏离神 然而 即使人的缺陷和软弱阻挠信心 却无法消灭信心 同时人的缺陷和软弱警告我们 应当如何警醒等候神的带领 并且也教导我们 信心若非为神的话坚固支持 否则必将消失 若非神以此生爱索 在暗中保守撒拉以撒利百家 使他们顺服他的话 他们的信心早就被自己的 诡诈伎俩所消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كم所谓的主侣